奔跑吧改名开播以来收视居高不下话题不断 而继迪丽热巴赞代安卓拉卑鄙成为固定嘉宾 卑鄙中途回归烟火气十足 引发网友争议和讨论 上周在杰克录制的收官站更是点燃观众热情 同为新生代人庆名演员张天爱 迪丽热巴节目录制同框 强强联手还是狭路相逢 可谓看电不断 19日奔跑吧官方放出收官站全体成员合影 三位女嘉宾赫然在列 张天爱头戴红帽居中隔开卑鄙和迪丽热巴 众人齐比赞欢乐气氛浓郁 令人意外的是神通管带的网友放出路透照 张天爱与迪丽热巴玩手同行 闺蜜即逝感 交情看起来十分深厚 路透照中张天爱看起来很有活力 反转的是据网友爆料 曾在跑南开播杰克前日 在医院偶遇张天爱打点滴 带病坚持工作也是不容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起来